我们现在来观察一下肩关节 首先我们来确认一下肩关节周围的一些肌肉的质点 胸大肌指于公骨的大节节肌 这是三角肌的断断 它指于公骨的三角肌出笼 这是公二头肌的长头键 它的指点我们切开肩关节的关节囊之后才能观察 这是公二头肌的短头 它指于会突 同时指于会突的还有会公鸡 以及胸小肌的断断 这是公三头肌的断断 它指于肩甲骨的鱼下节节 稍后我们再做观察 这是大圆肌 它指于公骨的小节节节 这是背货肌的断断 它也指于小节节节 其余的肌 其余的肩甲下肌 进推入小节节 其余的肩甲下肌 其余的肩甲下肌 肩甲骨干下肌 其余的肩甲下肌 其余的肩甲下肌 我们将肩关节囊切开 来观察一下肩关节的构成 在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 这是余下节节 为共参头肌的支点 这是余上节节 它是共二头肌的长腿肩的支点 肩关节由肱骨的肱骨头和肩胛骨的关节鱼共同构成 在关节鱼的周围有关节唇来加深关节窝 肩关节囊保而松弛 在关节囊的周围 均有各个基的基建来加强 在上方还有另外一个结构 叫汇坚弓 这是汇突 这是建峰 这是他们两个之间的汇坚韧带 他们一起组成汇坚弓从上方加强监管节的稳定性 是 基于